老有难时路搭旧路有难来 狼躲藏 见射乌鸦棚头起 见身落在狼身上 劝君交流须紧 认千万莫交 吴亦郎 今儿子这啥子 别开生命 一般来讲啊 在这书馆呢都是 一个人说一套书 他说一杨家驾 他说一拉东 他说一蓝精灵 他说一鸡猫 四人说四段 今儿不一样 今儿跟咱们四个人这叫拆说 说一半程咬军出师 我这算开场 头一根说 其实你说能耐没有多少 力气是真的 都实大实的希望能说好 但是也就算是个 勉勉强强 他说鼓鼻鼓讲 这个倒不倒了 没关系 您那多海涵 我这呢 反正是渴着我能再说 而且来说呢 头一个讲啊 这种拆说啊 头一个讲 我占便宜 为什么呢 我万一一会儿思路乱了 想怎么说怎么说 反正咱们讲陈小金出事 我万一讲哪句 怕陈小金死了 我下台 他们还后边怎么说得多 他们说陈小金上这个洋店 就说黄文丹吃完蛋 活了 那跟我没关系 说完 我当时这开玩笑 这个刚才的定场诗啊 讲的是这个 结拜 交朋友 狼和鹿结拜了 狼有难的时候鹿帮着忙 鹿有难的时候狼躲起来了 啊 庆金交友虚几身前 默交五一二 这一段呢 这个 怎么讲 他讲的是交朋友 交的是看朋友 交朋友可以看准备 为什么拿这段定场诗开场呢 跟咱们这套书还是有关系的 咱们这套书其实转自大隋堂 大隋堂呢 中间有一句话 大家是最熟的 啊 凡是中国人都了解这句话 叫做 令学桃园三结义 莫学瓦刚义如香 桃园三结义 刘关章 刘备 郭宇 张飞 哥儿仨 在桃园一个头磕在地上 好得跟亲哥们一样 出生入死 肝脑涂地 啊 要学桃园三结义 讲义气 莫学瓦刚义如香 讲的就是咱们这套书里 在隋堂 隋语堂之间的 这些山寨上下来的这些英语 在一块 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之后 最后因为富贵 因为江山社稷 因为人情 因为钱财 各种原因 导致灰飞烟明 散了 啊 所以说 命学桃园三结义 莫学瓦刚义如香 整个这套书 书里边有一个书胆 当然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 程耀金 程耀金这个人物 从 这个历史上来讲 确实有同一个人 嗯 那么 不管是评书小说 电视剧电影 各种文学体材 到现在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 对于程耀金这个人 非常不陌生 那么 要书这个人 必须得讲的历史渊源 就是咱们这个 程耀金出世的历史背景 隋唐隋唐吧 这套书大隋唐 要从隋开始书 隋朝 一共就做了两个人皇上 头一任隋文帝杨奸 第二任隋阳帝杨广 而且来说 这个隋阳帝杨广 他的登基坐殿 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性 在历史上 也是被很多的文人 那莫克呀 描写得非常之生怒 说了杨广的六项大罪 很多人可能都会被比我背的熟 镇兄徒嫂七娘细妹 誓父夺权 说这人总不叫个人了 镇兄徒嫂 镇 一个枕头的枕头 又被拉 又被是一个鸟 镇兄 什么意思呢 这个镇这个字指的是 赫顶红 什么叫赫顶红 先赫头上那一点红棍子 说那个玩意 要刮下来 经过研磨 经过炮制 可以当剧毒使用 其性最多 人如果不慎 到的酒里一点 喝下去 七步断肠 七步不是说你走七步 而是说 要性发作非常快 走七步那么功夫 这人就死了 把镇兄把自个儿亲兄长 杨勇 本来杨勇是长子 也就是继位的太子 但是被杨广 机关算计 制造了一些假象的误会 让自个儿的父亲杨勤 在位之时 把杨勇贬为庶人 贬为庶人 太不大了 这个杨勇啊 在这个隋朝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人 不仅被贬为庶人 贬为庶人 杨勇都没有什么 但是后来 隋阳帝杨广觉得 不行 我这个 当过太子 哥哥他要是还活着 我这个王辈子就做魂 我必须把他弄死 怎么办 赐一杯毒酒 把这杨勇啊 害死 那么赐毒酒 有的人说是 明告杨勇这是毒酒 有的人说是 用巧技把杨勇骗过来 误喝这杯酒 不管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反正是自己亲手 把自个儿亲哥哥毒死 吐枣 把自个儿哥哥都毒死了 杀死个嫂子 这就更多小事 再说七娘细妹 颠倒人论 七娘细妹 欺害欺负自个儿的亲娘 妹妹自个儿的亲妹 说是亲妹妹 其实也不算是 这个同父同母 应该是同父义 她妹妹 但是 这也是妹妹有血人的关系 细妹调义 非礼 非礼 正现在的话 侍父夺权 侍 一个杀人的杀 又是一个公式的侍 这个字 当杀者 但是这个杀跟一般的杀物 我从你一道 你从我一道 这叫杀 儿子 儿子对父亲 陈对军 如果杀了 这叫 世父把自个儿亲爹宰了 这可是随文 随扬的杨广 亲手宰 外面女文化妮子给开门 自个儿 亲爹已经是病入高慌一口气喘不上来 这边一边掐着自个儿亲爹 爸爸你醒醒 你醒 你醒 你醒醒 能醒过来 亲手 世父夺权 夺了黄泉 执掌了大随朝将战 郑兄独嫂七娘细妹 世父夺权 六状大罪 都压的这一个人 甚至这人 历史上随阳帝杨广者就是一个大暴君 恶君 其实啊 我今儿个呢 还想跟大家 稍微拜这件事 只有这样呢 才能把整个历史呢 稍微的讲清楚一点 其实啊 说这个随阳帝杨广六状大罪 这个人已经不叫个人了 灭人伦灭天理 但实际上纵观中国古代 两千两百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 哪个皇上没有类似这样的颠倒人文灭尽天理的事儿呢 这不是给随阳帝杨广告开拓 咱们一会儿下午接着聊 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汉朝刘邦 带着什么韩信啊张良啊萧和呀 等等等等一干人等 当初刘邦也就是小牛妈 对吧 利用了项羽的妇人之人 鸿门宴躲过一劫之后 你看项羽放了他 他最后得了项羽在手的时候 他都不放项羽 逼得项羽自门不向 这是光明磊落的人干的吗 后来做了大汉朝江山之后 自己不动手 有的人说是暗直的吕后 有的人说其实就是他做事儿 然后让吕后挺那个名 把自个儿所有的一朝忠臣梁家 逼走的逼走 你看张良飞鸟进梁宫残 他知道 角度死走狗坑 这儿江山已经坐定了 如果说我还不走 角度死走狗坑啊 江山坐定了 我就是那条走 给我留个全尸就了个你 张良走了 但是韩兴 那么大的能力啊 怎样 也是被 杀得死无全尸 你说这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干的 皇上 开国的皇上 再有往后说 明朝 这个 我们今天下午这个 叫姬 姬和武 讲明英烈 讲的朱元璋出事 朱元璋这个人 曾经 当过和尚 行过旗 当过小六妈 什么都干过 作朝之后 自个儿曾经的什么 清哥那种胡大海 这个 什么常玉春 能杀的杀 能宰的宰 刘伯温也是 明是理 董是非 是个神人 他自个儿先走 你说这能是一个 光明磊落的人干的事吗 你再包括 咱们现在这套书 讲的隋朝之 隋唐之间的事 就说唐朝 唐朝李世民 唐太祖李世民 第一任皇上李渊 李渊 李渊是自个儿清爹 看过西游记的大伙都记得 这个李世民 都说李世民是明君哪 开奉唐朝 数百年基业 当初这个 让自个儿的父亲做皇上 那都是 在力排注意之后 好多人都说 这个李世民 你应该当皇上 李世民让李渊当皇上 可是这种情况 怎么样 玄武门之变 建设建成元级 把自个儿清哥们给宰了 那么 这又当何家 也是泰国的皇上 掌方印 悲酒失禀残 这各报处了 这说明什么 一朝人人天子 你必须手下得有一些选 要不然就坐稳大江山 坐稳基业 那么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讲 如果把他都掰开如碎了 再回来看 隋扬立扬广这六项大罪 不能说不是问题 但是咱们必须一分为二 你说这个问题 比其他人那些问题 又能高到哪去呢 而且咱必须再往后属 隋扬立扬广 如果说 历史客观的分析 没有他这十四年当皇上 可以说没有后来 大唐朝 什么开元盛世 之官之治 没有 甚至于没有隋扬立扬广 隋闻立扬广 也坐不上皇内 而且来说 刚才说了 镇兄徒早 镇的那个匈是杨勇 杨勇 杨勇当初是太子 如果真让杨勇当了皇上 大隋朝 恐怕比隋扬立扬广 当皇上 灭亡得要早得多 也不可能 走后来唐朝数百年积业 为什么 杨勇这个人历史是有精彩的 刚才讲了 被点被庶人 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自个儿知道自个儿 没什么能耐 而且这个人天生的窝囊老实八糟 是个实的人 这人 可以说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 可这年头咱们说了 乱世之中必须出枭雄 什么叫枭雄 不枭啊 不枭啊 怎么讲 就是一种恶点 吃死尸 吃腐肉 这种人在乱世之间 他能够 独霸一方 承击大事 像杨勇这样 那不可能做得了江山 即便是真把太子之位 传给他 让他当了皇上 当皇上也得退 不会有什么错 但是随一样跟杨勇 当了皇上是否怎样 开始走 金航大女后 有人说金航大女后 他去看琼花 好这个事 咱们不去做具体的分析 具体的了解 因为这个历史这个东西啊 咱稍微再再思远一点 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讲 他不能说历史是多客观的事情 我个人又有一个观点 咱们可以探讨它 可探讨 历史天下间就没有客观的历史 或者家业行动词 天下间没有真正客观的历史 怎么讲 有人说怎么会没有啊 啊那个 过去那个古代史 那都是史观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史观是什么 史观是真 人写的 他就有主观意识 即便是这个史观再公正再客观 也是过他脑子了 这必须得讲清楚 而且来说 没有你的人能对任何一件事物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全了 咱们看很多的这个大片也好 看一些书也好 一些稍微这个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些书 记载一些事件的时候 他都必须把每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看法 记住全了 这可能才能还原出来一个事情的本来面 啊 这我再推荐一部大片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疑云24小时 啊 这部大片就说一个事 这个事突然就发生了 啊 这个 开始 这这个事整个发生前后就二十分钟 但是整个这片子两个小时 怎么呢 不停地回放这二十分钟 不同的人看到这二十分钟的事件 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结尾 划这个底的时候发现 哦 最后这个人看到的全面的那二十分钟 跟第一个人看到的二十分钟 恰恰是香港的 那你能说第一个人看到那个部分那是假的吗 不是 是真的 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不是历史的真相 就好像这个史官记录一样 他记录的就一定是客观的吗 他未必 而且再往回推 所有的中国历朝历代历史 都是这一朝写上一朝的 隋朝历史唐朝写的 他怎么可能写隋朝 隋阳的阳广 多么英明 多么有道 我是在一个多么猥琐的状态下 推翻了啊 他还做皇上 他一定把上一代写得非常的差 而且现在你包括清朝人写崇祯皇帝 说崇祯这么坏那么坏 可实际上崇祯在历史上也是一代凝聚 他只不过没有办法 无礼回天 这隋阳的阳光也是如此 他还凿金航大运河 不说他是不是真的去江湖看竹花 才修的这个金航大运河 但是在客观上 没有金航大运河 没有中国真正的曹运 没有中国的曹运 南北之间的丝绸 慈祭 经济往来 延运 不可能就出来那么坏 唐朝整个了几百年 唐总圆明清甚至后代吧 多少代 如果没有金航大运河 不可能有获得清朝 那你说这金航大运河 咱们再回来 还说他那六庄大罪 六庄大罪再说的小一点 再说客观一点吧 什么事儿 他家里的事儿 对吗 就说最大最大的无非 就是一个咱们放在老百姓上来家 就是一个人把自个儿亲爸爸歹了 然后灭人伦了 然后把他咔嚓一刀崽子 就是普通的家里的事儿 于老百姓何干呢 但是金航大运河 却影响了整个一千多年 这一千多年 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生活 跟他一家人 死两口人之间相比 又能入魂 而且还可以救出一个方案的 庸正 秦庸正 十三年江山 你说十四年 十三年多 不到 庸正有人说他是个暴君 这个 在他在位这十几年间 杀了多少人 但是 客观讲 没有庸正在位这十三四年的时间 没有 康熙作真六十年 乾隆作真六十一年的相产 如果说他当时不采取极端 这个暴力的行径 没有乾隆后期的这个乾隆盛事 你杨光是属死 杨光只是当时确实手段有些极端 修凿新南大宇格 从现在看也是人类的伪迹 非人类所能为 但是人就开开 包括 隋阳的阳光 还有一件事特别了不起 也是 使中国这个 一千多年后 他之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非常的兴盟 兴盛 有关系 什么就是学校 科学 副学校兴科学 在隋阳帝 或者说隋文帝吧 隋文帝已经开始科学了 但是隋阳帝把他班官大 在隋朝之前 所有当官都一定是皇亲国戚 或者说是公侯伯子男 这样的 爵位世袭下来的人 你包括 就是三国的时期都乱成那样了 也必须是像刘备这样的 那么警力玄尊一脉刘 必须得姓刘的人能真正多江山 才行 你才是正统 啊 那么 这就是历史 所以说呢 咱必须客观的讲 咱必须客观的讲 他这个 如果说隋朝没有新科举的话 此后的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 不会那么新 在那以前是公侯伯子男 这些爵位世袭 在此后就开始了 平民老百姓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 本来是一切不一百姓 有机会能够登堂入室 上金殿上 参加电视 如果他能连中三选的话 可以 清史标明 能够成就一番的伟 了不起啊 你能说隋阳的阳广 不是一代 明军嘛 在这件事情上 而且这件事情 你再回过头来 跟那六状大罪比一比 那六状大罪不算什么呀 所以说必须客观的看这个问题 那后来 为什么他这么 这个 开明这么聪明的人 后来被人推翻了呢 这里也必须说 世纪必反 因为开刀京堂大余格 因为他的一些极端的手段 你像什么司法高丽啊 三下将都啊 啊 长年佣兵啊 使得老百姓确实名不了上 手段太极端了 才使得七十二路返王 揭竿而挤 推翻大罪王朝 是这样 那么隋扬的杨广在 震兄捕扫 七娘细妹 师父夺权 这六件事儿 干完之后 登基九五 当了皇上 当了皇上 就要当皇上的亚 怎么办 要收买天下百姓 怎么收买 最简单的一件事儿 大树天下 什么叫大树天下 这牢狱里边都关是刑事犯啊 什么作奸的犯科的 偷鸡的摸狗的 杀人的犯狗的 这些死刑犯 徒刑犯 这中国古代的这个刑法 有智障徒留死 除了死刑 除了死刑已经执行完的 死刑甚至关在牢笼里边 马上要求货问展的 这些囚犯怎么样 因为皇上登基 大树 开条 随便出 这老百姓不念好 是 这分谁了 啊 囚犯肯定念好 那老百姓念不念好 就另说了 反正大树天下 一大树天下 咱们就必须要提到这 尚书的这个书胆了 因为这个书胆 当然 程小新 此时正在 山东省东昌府 东阿县的县牙大牢 那么 这个牢的牢头 李二 这个时候 拿了一本花明彩 站在牢房前头 一个牢门一个牢门的念 张可伦 你什么队啊 耍溜吗 走吧 鸡肉舞 你什么队啊 偷老太太修花真嘴 出去吧 一个一个都放了去 放了一圈 花明色念变了 可是还有一个人 躺在最深里边的这个牢门 这牢门不像其他的牢门一样 上个俗房 牢门没锁 门甚至大 里边躺着 里边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咱们这部书 书兰 书兰 乘教兴 这人此时躺着一个 用草垫铺的特别厚 特别宣灯的一张床子上 弱大的牢门 弱大的牢门 如果跟平常的牢门比 能装二三十人 他的牢门 一个人自个儿 在那儿呼呼大水 一声醉一醉均 水那就是一个香啊 而且憨声如雷 旁边的墙皮 人跟在这韩生一块儿 大颤 躺着看这个人身量 搁现代话说 一米八五的将近 一米九的个头 上乘腰一腰没有三百斤 也差不多 鹤羊羊逆卷大汉 光着脚没穿着鞋 醉裙在下边 就是长裤子 特别肥的长裤子 说是醉裙 上面醉衣大成了 这位 躺在那儿 这渡了湖山湖山 大渡伦伦 一般来说 在牢狱里边 都是瘦子 眉独这个人 这程耀基 拉吃了那就一个吧 睡得这样一个租 往脸上看 这个人 蓝巴巴的一张脸 大棒去梅子 一脑袋 一脑袋 红头 红头发 脸壁落 三个胡贼 眉毛都是红的 蓝脸 红胡子 你琢磨这人成什么样 而且来说 这个人像到极其特殊 有一种说法 说陈耀金的脸 那是五福捧兽 什么叫五福捧兽 这个五福福啊 不是福字那个福 不是士补那个福 是蝙蝠虫子边那个福 就好像这人大脸上 啪这五个蝙蝠 鸡嘎嘎嘎 挤出挤入 齐丑 无比 什么 那么 这么一个人 五福捧兽的人 搁得现在 极其难看 但是 在书中有交代说 这样的脸 别看他丑 大富大贵 没有 天下天没有这么有福的人 甭管多大的事儿 承耀金 只要是出马 没有办不成 大富大贵 大人之后啊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咱这寒生如雷的睡 老土里而死 花明客地铁旁边的小狱卒 看看丑小姐 年头大空 琢磨来琢磨去 做了两件牙瓜 轻轻的捏手 显足 把老虎人推开 走进这个 牢房 看了看程咬金,在这儿还睡着 看着一时半夜睡不醒 要按平常的中间估计还得在睡上两三个时辰 得到饭点这不容易 咬咬牙 李二用手轻轻地拍了开程咬金的肩膀 爸爸,亲爸爸,睁眼眼黑 伸了个懒腰,一睁眼 我的儿啊,你叫为父作甚,莫非是开办了吗 亲爸爸,我跟你说是 不是开饭了 啪 小声不是开饭了,这一句话一出口 回声程咬金,啪一大嘴 不是开饭了,你叫我 我这满嘴的牙蛋糞 还是一颗这回准能吐出来 我这小事跟您说这不是有事 有事,多大的事啊,你惊了我的轻梦 啊 我跟你说行吧,你大吉,大人不去小龙库 我这事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您大喜 我这么解 我跟你说啊 皇上,新任皇上登基坐殿,大赦天下 您呐,可以回家 什么 您可以出狱,啪,回声咬一嘴 出狱吗 你把我放出去 大孙不管饭 你这叫不给好人活肉啊 你欺负人啊 行吗 不能这么坏 我还敢欺负您啊 我满嘴的牙都让您给打飞了 你,不是我要放您啊 皇上放您 大支起 我们整个牢房都不给饭了 啊 哼 真正的欺杀我 这就是程耀金在接老狱子 那又说了 这么了不起的一个英雄 怎么可能到牢房里边受热了 当然了,看得出他这个状态应该是不吃亏的 那怎么进来,您必须得交代一下 有人说程耀金扮私言 对,确实是扮私言 但是这范私言言打哪儿嫌醋打哪儿酸 必须得说清楚 程耀金 想当初他的身世也确实不是常人体 他自个儿的父亲也曾经是一员上下 啊 但是在这个万马丛中 马哥过世死了 跟着自个儿的母亲 末世夫人 辗世夫人 辗转来到了东昌府 东哥县 啊 自个儿的母亲 带着他那时候程耀金还小不懂事呢 啊 靠什么卫生啊 东家长啊 里家短啊 帮人家 什么家衣服破了 啊 什么家这个有什么站着连连的活啊 拿着鞋底啊 靠给人逢穷过日子 把程耀金一天一天养大 打程耀金懂事之后 发现个坏 烦门太能吃了 一顿饭 一大婆罗 窝头啊 那贴饼子呀 吃完之后 哎呀 劳寒饿 一天到晚就一个饿子挂在嘴边上 一天 一个人干十几斤粮食不带花架 哎呦他妈 这靠逢穷过日子真是不容易啊 养过这么一个恶格 好容易拉拉扯扯把这孩子带到十三四岁 哎呦 行了 这孩子啊 能出去 身大力不亏啊 十三四岁 长得跟一般 十五六的打开火的一样 出去给人干活 干什么活 不会 这小子怎么办 有奴 上哪儿 放赌局 宝局啊 上宝局干嘛 他也不赌 十赌九路 他听说 凡是赌钱的 没有多少人家 没关系 再没多少人家 您注意 到宝局啊 头一回押宝的 一般都给你放个人一次出来 让你有饮 下回还去 上了饮 你下回还去输了你老酒坂本 老酒坂本 老酒说我曾经经过 哎 这够你的 反正里边早晚多多少少会有人 哎 高的平身 拿着三两五两 十两八两银子出来 他出来 哎 跟着一位 哎 他想怎么办 有钱了 啊 赢 赢多少 我两 分我三两 对 为什么 你想知道吗 啊 啪 知道了吗 哈 给你三两 就这么着 要耍哥哥 耍公棍 一个 两个 两个三个时间一长 谁都知道 宝局棱头 蹲着一程了去 呵 这个两个 宝局都不敢 你老子这么干 我们 这个 买了还开不开 结果有人 三个五个 喂 在这儿 李小子 叫什么 我叫程耀金 你叫程耀金哪 你没事儿 劳塞我门口 蹲着人 等着人 跟抢钱 你这买人 你这买人 你这买人怎么干 你这买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不许再这么干 我就这么干 你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 也是这么干 旁边的小子 啪 拿棍子就往下轮 再看程耀金 啪 拿胳膊往上挡 呜 这棍子可是飞 紧跟着 啪啪啪 拨起大的拳 都往人身上给招了 他打架 还真是耍流氓的打法 怎么呢 三个五个 围着他一个人 他怎么办 先丢一个 好打他打 把这一个人 在地上踢着咔嚓 身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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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旁边有人 全打咬嚏 拿棒子 不在话下 把这个打得不能动了 摟过下一个来摁倒 三个五个 没有几分钟 就全都要躺下 时间一长 好 就越来越回答 啊 这个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啊 理论多少大实践都来的 啊 你看那个 这个 很多电视里边 什么三大节目啊 什么搏击节目 什么这是太极拳 第八代传人 什么这是空洞派的 六十三代传人 俩人抱的一块 全是王国拳 反正我看起来 我也我也封不出来 谁谁这儿还使了个 灯凤朝阳 谁那边来的 充足都里没有 我没看着 全是这个王国拳 啊 扯定就是如此 打的这根热的 到最后 十几二十个人 寄不了金钱 打的能 打了自个儿 知道自个儿能 那时候怎么样 我还不合这一个儿两个儿 直接到宝局的里边 我告诉你 我上你这儿 每天领二两银子 不给我就扎了 二两银子 对于程晓津来讲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是对于那样的宝局的来讲 还不算是 时间长了 知道这位也了不起 耍胳膊跟 你真打的还真打 打不过 不至于为他犯这么大事 得嘞 上我们这儿领工资领工资吧 时间一长 整个东哥县都传开了 进阶沿罗成老虎 成鸟丁 当地有名的 魂魂 这时间一长 这个名声可就传到 城市 老夫人 末世夫人的耳朵里 成鸟丁有一天 别看这么混蛋 魂拙门帮 就一点 小说 其心最小 只要 末世夫人说一个不字 绝对 不敢吭声 末世夫人听人说了 你儿子那么恨 你儿子能抢钱 醒了 成鸟丁这天回来 末世夫人把他叫到床头 你儿子 你过来 今天出去干什么去 啊 我给人扛活去了 他知道 不能说抢钱去了 我给人扛活去了 扛活这么多 你看 二两为一 这是我今儿的工资 把钱放到床边上 老太太录过来 啪 哎呀 我跟别人这样 拿你这儿干嘛呀 你小子不干好事啊 外事我都听说 哪有抗产队一天能挣这么些钱 我跟你说 我的儿子 打明天开始 能挣挣 不能挣咱们俩是西美风 也绝不许你干的唯非过胆事 不想喂 西新就想打这一天气 抢的拿的再也不干嘛 可是得给想法干点儿玩儿挣钱怎么能吃 哎 有的每一天啊 看着这个一个小布图里面 有的就要拿一张书 这车谷布呢 刚下了雨啊 我通常那里面都是泥啊 现在的泥里都拉不出去 只要进去看 用 老头看着最水不小 拉他们一车东西 我帮个忙吧 过去 哎呀 你拉着把我拉 一二走 他多有劲 帮起一抬 往前一推 咕噜噜噜噜 车出去 车一出去 牵着这老头个高的心 哎呦 你可真是壮汉 哎呀 我说这位壮汉 你姓氏名谁啊 哈哈哈哈 我呀 姓程 大号叫咬筋 呃 号叫枝杰 呃 又叫一郎 我妈呢 给我起个小名料丑 这我不能跟你说 哎 拖住了 啊 行嘞 那 这样啊 大芝齐 你呢 帮着我 一块儿 咱们干活 我每天给你一两瓶子 然后呢 再给你一张饼 怎么样 咦 这可不错啊 就跟这老头第二天干活 第二天上哪 上盐滩 这老头是个偷私盐的 那时候盐呢 完全都归到 这个政府 官府的手里头管 他不知道那些人 于是呢 也跟着这么干 他这一拉私盐可了不起了 旁边 官府衙门当差 有认识他 是当地的混混 他就是干这个来的 得嘞 平时还把这些那个 范思严的小商小贩 往外轰往外打 一看他来 好嘛 得了 这老头叫着他 别管 其他人轰 就他不管 结果 这一下 这老头还赚了钱了 打这一天起 这老头一直顾他 顾了没有十天 旁边又来一下 照着陈小青 诶 我说 能不能上我们那去呀 诶 怎么干嘛呀 我一天跟你二两名字四张名字呀 诶 好啊 打这一天起 他这买卖算干的过 张家请 王家请 李家请 谁都请 时间这么一长 他说 诶 这买卖不错诶 没人管 就从这儿抹了一件面子 我出去能卖 我干吧 再也不受别人鼓了 于是每天一戳一戳的运 别人运死眼都上边盖外部 有点算点踏步点 一大车上边杠尖杠尖老高 能闯多少闯多少 一戳一车往外卖 到最后 让我们说 咱都不过眼得了 我呀 剩当街卖 别在家等着 当街邀我了 撕炎呐 真正漏帅的好撕炎呐 这你反而染出去 可这街土子大灌吃 真有能过来买的 别人卖炎 比如说三吊钱一马 他是一掉 半掉 给钱就卖 这家伙卖了火 这一卖火了 可了不得了 所有犯私言的 所有堪私言的 官府都受不了 你这样我还怎么干 到最后有人出坏主意 偷的摸摸跟程教金说 我说 要行哪 怎么着 跟你说 你呀 官大了不起 我知道 吃原好汉 可是 有一件事我告诉你 你办不了 什么事我当不了 你敢上衙梦卖私言吗 那还不敢 你要真敢明儿 你准卖不见 我们棚里当演艺工会会啊 怎么样 行嘞 干嘛明天 今儿就来着吧 推一车 杠尖杠尖的盐 就到了关门门口 私言呐 楼睡了好私言呐 这一嗓子喊出去 门口里牙巴 俩人哭了 哎呀 我们不打算管你呀 你堵在这儿 我们实在没辙了 得嘞 俩人 走得进前 不是吧 城南大 你不能撤下 你这样你说我们管你管 管不管 爱您成这儿 我这儿都卖私言 得嘞 俩人把他请进去 让我们老爷说吧 连车带人请到衙门上 快撞到三班衙役生团 喊帮卑舞 老爷在庞上一看承小街 哎呀 我也知道你呀 老爷不打算抓他 抓了是给自个找事 问一句 老爷 你是不是受人蒙蔽才卖个私盐呢 不是 我自个儿要卖他 我到你们这儿 我看你们这儿衙门大 人口多 肯定吃盐都不少 我才上你们这儿卖 漏税的好私盐 得位抓起来吧 打这一天开始 程耀金进了监牢狱 打老鼠 骂玉族 得什么吃什么 得什么拿什么 都拿着当亲爸爸供着 过了三年 不但没受 反而是越养 今儿都越足 这一天大赦天下 把程耀金棒出去 程耀金登登登 从牢房里边走出去 面对着外边 街市之上的一街桶子 人大喊一声 我程耀金回来了